国产球鞋遭爆炒 价格飙升 发售几秒煤 价格大起大落 炒鞋风险难料 品牌崛起靠口碑 国货要炒 不要炒 各位晚上好 欢迎来到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央视财经评论 一双原价的鞋 1499 卖到49999 这个不是广告语 而是在现实当中 在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可能关注到的 在这个所谓的鞋圈里边 发生的炒鞋炒出来的价格 因为前一段时间 新疆民的这个事件 一些国货的品牌 被在一个小范围内 不断地进行这样的炒作 但是最新的一个消息是 其中一个重点的品牌 李宁做出了一些 根据媒体报道 有一些回应 要对于这些炒鞋的行为 进行某些措施的限制 同时在线下 如果再去买的话 也要有一些抽签的方式 那遇到这样的一种炒作 我们的国货 到底该如何冷静地面对呢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 和我们来共同分析 一位是北京 月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月深山先生 还有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我们还是和大家一块 先去线下看一看 您现在如果到 李宁的店里边 去买这个鞋的话 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会受到一些怎样的限制 家住上海浦东的小高 是个篮球爱好者 近几年陆续购买的 国产球鞋有三十多双 他告诉记者 这几年来 许多国产球鞋 发售量越来越小 购买难度越来越大 这一双也是今年 李宁比较主打的一双 那个预帅的 它主要是实战难球鞋 但是这双鞋呢 比如说上海的几个店 基本上在前天晚上 前天夜里 基本上就已经排队 就比如说有职业的 一些球鞋贩子已经排队 基本上把名额给拿到了 而线上呢 你要跟几万人 去同时抢五十双鞋 或者两百双鞋 基本上是属于秒眉的状态 这是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李宁专卖店的一幕 店里发售的是 李宁最新出的 维德之道酒绽放 要购买到这样一款球鞋 并不容易 首先需要在网上进行抽签 抽中后可以在发售当天 进入门店进行二次抽签 抽中后才有购买球鞋的资格 在记者走访的其他几间 李宁门店也有着相同的景象 在李宁预约小程序上可以看到 参与这款鞋线上抽签的 足足有七万多人 记者发现 大部分参与抽签购买球鞋的人 并不是为了自用 而是想将其转手卖掉 打开某平台发现 原价1299元的维德之道酒绽放 市场价格最初高达2900多元 一个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大批量的产品 瞬间就能够炒到几倍甚至几十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股热潮呢 尤其是对于在国货上的炒作 这样的炒鞋现象到底提示了我们什么 先请教岳律师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说两件事 一件是可以做的 一件是不能做的 刚才我们看到这些抽签也好 在线上去炒鞋 哄台价格也好 等等等等 从法律的角度 首先它能不能做 其实这个确实要进行区分的 本身的话鞋的交易 或者说鞋的定价的话 它是市场定价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 你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在里面 就可能实现违法了 比如说像在价格法里面 是要规定的说 你不能够说这种穿通一块 去破坏的红台物价 然后虚构价格等等 或者说虚构这种交易量 来误导别人认为 这个价格会迅速提升等等 来让别人入场 这种的话是价格违法 还有的话 它有可能是因为需要 大量的这种资金 在这个资金的背后 有可能它需要去 通过这种非法的方式 来收集资金 那有可能会涉及到 这个非法集资的情况 还有的话 现在有一些企业 它可能已经就这样 偏证券化了 就像说去年 前年19年的时候 我们就做过节目 其实就提到过这个 当时的这个 我们说有关部门 也做了这种风险提示 K线图都出来 对 它把这些证券化了 那这个的话 可能就涉及到 金融违法方面了 那还有的话 就有一些卖家 他就说 我这有双鞋 我要卖给你 但其实的话 不进行实物交割 对 他可能卖了七八家 这是一种 还有一双鞋卖七八家 最后可能有五六家 他是给不了鞋的 还有的话 就是根本我就没鞋 我就说我有鞋 那这也就涉嫌到诈骗了 但是这是 我们明确法律上 有禁止的一些行为 但是法无禁止 极可为的那些现象 我们现在刚才看到的 比如说店里边 要进行抽签了 你可能买鞋不行 但是同时你在平台上 这个并没有说 看到任何说平台违法 或者说你买卖这种鞋 即便涨了很多倍 也没有直接说它违法 那面对这样的一种市场现象 刘哥你怎么来看待 那又从市场的角度 我们又该怎么来看待 这种热潮呢 因为通常呢 像刚才我们片子里面 看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说厂商呢 发布限量款的鞋 因为其实它这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品牌行为 那么很多厂商呢 它都有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么但是呢 这种限量版的这个情况呢 在一定程度上呢 它会助长这个民间的 这种炒鞋的这种风潮 因为呢 这个很多人 他有这样的一个收藏习惯嘛 那就是说你要 你越少的话呢 这个东西肯定就会稀罕 所以的话呢 我就要来买 那么很多人买不上的话呢 那么店家就采取这个 抽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排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实际上 没有任何一个厂家 会承认 我们是跟这个 大家一起来吵这些的 就像没有任何一个 上市公司承认说 我们是跟庄家一起 吵我们自己的股票一样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作为厂家一定要是摘清楚这个关系的 我们知道就在今年 这个耐克的一个北美区的一个副总的儿子 就是这个鞋圈里的比较有名的人 然后呢 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他就炫耀说 我娘就是这个厂里的副总裁 借着这个关系 对 然后呢 这大家呢 就引起很大的非议 最后呢 他这个辞职了 那么这个公司的话呢 也给他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 所以呢 对于企业来说 我一定要撇开和炒鞋这件事的这种关系 这对品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怎么来看 目前是有报道称啊 李宁方面是做了一些回应 说并不想与炒鞋圈有任何的关联 而且说这个天价鞋出现的是在第三方平台 不是在我们李宁的官网上 同时还会采取一些技术的手段 比如说网上的话 那就对一些IP地址 如果多次购买 那就会拒绝它的再次购买和疑似炒作者的这个发货 另外线下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也进行一些身份的核对 并且还要进行一些抽签等等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限制 我想的话 这个对于厂家来讲的话 其实炒鞋对它可能是一种负面的一种反应 因为反正对我来讲 我比较朴素的认知就是 如果说这个厂家 他通过炒鞋这种方式来进行炒作 那我觉得他是利用了我们这个消费者 或者利用了我们这些忠实的这个粉丝 对于他的这种信任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只有这种非常忠实的人 才会有可能去参与在其中 会觉得说你发这限量框 我必须得你拿到手 要不然显得我对你不忠诚 这就和茅台酒厂一样 对吧 那我的这个酒 我出厂价值多少钱 我市场建议价值多少钱 那你必须是要按照我这个价格来去卖的 但是我如果要是跟你一起串通 然后去高价去买卖我的酒 那我对我的消费者 我真实的消费者是没有交代的 对吧 那么我一定会真的去打击 这种去这个进行这个炒作的 这样的一些人群 但是呢 我是不是要主动的去缓解 他供应的这种饥饿营销的 这样的状态呢 也未必 所以这里面呢 它是有一定的矛盾性在里面 但是呢 它重推炒作绝对不会是一般厂家的一个自愿的行为 所以我们看到就按照这个报道里边说的 李宁是说这个不想和炒鞋圈有任何的关联 我撇清了关系了 但是反过来 月律师 你看我们的确看到 如果有一些品牌看到 很乐意见到我的产品如此的受到热捧 如此的会在一些市场上出现高价 这个品牌的影响力是有好处的 对 我可以做限量款 我难道不能做这样的饥饿营销吗 对 其实做限量款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说 他不能说没事我就做个限量款 所有的鞋我最后都成了限量款 那其实来讲 就像刚才我讲 他是利用了这个顾客 或者说他忠实粉丝 忠实顾客的这种心理 那这个 这种 我觉得是不可能说 可以给他带来一个良好的这种社会反应 或者是品牌价值的 另外一个的话呢 其实他如果经常地做这种饥饿营销的话 对于自己确实是一种伤害 而且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客户 或者是我们这些用户 我们用户永远买不到你的鞋 我永远买不到我想要的这个商品 那最后的话可能对你 我就干脆我就不感冒了 我就再不买你的东西了 但是有一点 刘哥 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一次 可能集中看到的炒作的是李宁 或者另外一两个品牌非常少 还有中国的鞋类生产 是世界第一大国 有那么多的品牌 为什么不是其他而是他们 这个炒鞋永远是要炒炒盘 炒炒鞋 不是说什么鞋都可以被炒的 其实现在鞋运动品牌的话 有很多 但是真正被炒的 主要其实是奈克 阿迪达斯 等等一些限量管 然后这些大公司 他们和一些巨星 体坛的一些巨星绑定 往往就比如当年 奈克之所以 为什么从他开始 有炒鞋这个说法 是因为在1985年的时候 当时最早的 就有据可查的 这个炒鞋的或者叫收藏的 这样的一个起源是什么呢 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 当时专门奈克为乔丹 定做了一个联名款的一款鞋 就是乔丹系列 对 但是那个鞋 当时因为有什么颜色的问题 最后NBA说穿这个鞋 上场是违规的 所以这个鞋就不能穿上场 但是球迷 就是大家喜欢乔丹的球迷 知道了以后 把他这个东西当成一种反叛精神 所以我就要收藏这个鞋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有了一代一代的年轻的 主要是学生 他们开始收藏这个鞋 收藏这个鞋 然后收藏的多了以后 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来 然后这个鞋品牌的话 也会利用这样的一种情况 推出限量款 那么就产生了 对于品牌的这种热榜 所以李宁之所以 就是对于品牌的认可 热榜 对 对 所以李宁之所以 他现在也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 炒鞋的这个行列里面 说实在的是因为 他的品牌的知名度和品牌的美意度 提高了 就是他从2017年开始打出来 国潮这个品牌 他受到了很多青少年的喜爱 所以他现在也加入到了 一个著名品牌里面 被炒作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 要炒也有一定的品牌的基础在前 但是应该说对于这个炒鞋的现象 就像两位刚才说到的 咱们已经不陌生了 其实在一年多以前 我们也看到过一些 非常疯狂的炒鞋的一些情况出现 比如说一千多的能炒到一万多 但是跌下来的时候 也跌得很惨 跌到一两百块钱的都有 我们再一块来回顾一下 这两个月不断的这些价格的下降 然后也是赔了很多钱 然后因为整个的市场行情并不是很好 投了得有二十万 亏损得有至少五万块 张建业告诉记者 这款刚发售不久的新款球鞋 一个月前的预售价格曾高达万元以上 目前的市场价已经跌至四千五百元左右 一些经典鞋款的价格也快速回落 比如耐克AJ倒沟系列 目前的市场价格 已从最高时的一万八千元 下降到一万三千元附近 大家其实发现并没有那么多 真实的一个需求 没有那么多人 真的会去天天地消费那些东西 购买之后 已经过了大家对于实际自穿的需求 这些鞋款就成了所谓的直销品 根据国内部分球鞋交易平台提供的数据 过去一年来 全球发售的2211款限量版球鞋 有1168款球鞋价格在下跌 占比高达52.8% 其中跌幅最大的一款 2018年11月的发售价格为1399元 目前市场价格只有149元 价格跌去了将近90% 很多球鞋买家认为 正是炒鞋浪潮中的大量的投机行为 造成了球鞋价格的大起大落 球鞋市场已经存在很大的泡沫和风险 这双鞋发售价1000多块钱 一下就能炒到1万多块钱 就分10倍 也许一两个月或三个月以后 这下价格就花就下来了 我们玩家来说 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挺可怕的 袁律师你怎么看待 在这些炒鞋的热潮当中 那个提供交易中介 也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主要是一些互联网的交易平台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不妨点点名 这一次我们说的像德物 还有Nice这样 甚至于我们查了一下 德物之前还发鬼一个 倡议书叫鞋穿不吵 他们是怎么来理解 他们的作用 是推波助澜的呢 还是有点躺枪 我个人觉得说 要说它是躺枪的话 我觉得可能不太恰当 可能更多的有一些 推波助澜的情节在里面 因为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交易平台 它一定要促成 它这个商品 它是个邪交所 在这个平台上的这种交易 它一定要促成的 只有这样的话 它才会再生存下去 所以说它对这个 应该是持一个开放的 或者说是希望发生的 一个态度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会发现说 有一些是突然之间 价格就起来了 那它起来的背后 到底是真实的需求 导致起来的 还是说是人为的操控起来的 那这些交易的数据 和这种价格波动的数据 是不是真实的 包括交易量 是不是真实的 导致说价格起来 那这些可能都需要 从平台那里来得到答案 刘哥觉得这种平台 你看这个 你刚才提到这个德物 德物的这个APP 原来叫什么呢 叫毒 毒药的毒 然后它最后改了一下名 改成了德物 德无毒 德无毒 改得很妙 但是这个毒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很容易中毒 也就是说 进了我这个圈以后 会痴迷这个东西 上瘾 会上瘾 但是为什么它能够 让这个圈能够上瘾 是因为你看一下它的来历 它是来自虎扑网 虎扑网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体育的社交平台 所以在这里面呢 是很多男性的体育爱好者 他们慢慢呢 它形成了这个炒鞋圈 那么在这个炒鞋圈里面 那么以前呢 可能大家都是私下里头 通过交易啊 了解啊 它的这个范围啊 比较窄 而且呢 这个价格也不可能炒得很高 但是现在形成了 这样一个APP以后 大家很容易交流 然后在这里面呢 它的内容里面 我今天还看了一下啊 比较贵的里面的话 有一双 八万五千二百二十九的 一款鞋 叫做椰子鞋 坎爷的 就是那个说唱歌手 和他联名款的 卖得非常贵 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它会告诉你 这个鞋有什么来历 有什么文化的背景 所以呢 它应该这么贵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交流圈 在引导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其实我们看到它 即便是这种炒得非理性了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一次是因为新疆棉的时间 我们对于国货的这些品牌来讲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机会啊 这难道不是我们就应该借的东风吗 有点是你觉得我们的国货 在这样的一个风潮到来的时候 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对 其实我是觉得说 这种东风不借也罢 因为本身的话 这个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 不一定会有一个好印象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个上去的快 下来的也快 所以说重点 还是要做好自己的品牌 做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和做好自己的产品 这个才是一个长远的发展 对 而且我觉得呢 对于有一些炒家来说 当一个产品呢 它具有一定收藏性 或者呢 具有一定金融属性的时候 它就容易被炒作 就是这两个特点 你看这个鞋呢 在一定程度上呢 它就在青少年这个圈里头呢 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么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属性呢 那么慢慢呢 就会聚集起来一些真正的装甲 庄家呢 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他们各种的玩法 就跟股市里头呢 那个庄家是一样的 他可以囤积居齐 然后呢 他可以进行这个各种鼓吹 所以现在很多人进了这个圈 也可能就是受到了 这些庄家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但是是不是那些进去的都能赚钱呢 其实他们很可能就是韭菜 所以这个呢 这个风过去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草鞋在这个圈子里头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整个社会世界 但是到最后 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还会回归到 它本来的那个圈子里面 就是青少年的鞋的 social爱好者 在这个圈子里面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 它现在有点破圈了 对的确 毕竟这是一个很小的范围 无论是那个庄家 还是炒鞋的那些 算是消费者吧 不说他是投资者的话 更重要的是 就是这些厂家 尤其是李宁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求证 李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其实看到 我们回应的这个并不多 非常低调 但是怎么来看待 的确它又是一股风潮到来了 在厂家的立场上 你难道不觉得 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发力吗 厂家在这个时候呢 它还是要保持低调 就是说要和这个炒鞋的这件事的话呢 彻底的切割 我刚才举例了 我就是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任何一个领域里面的生产者 他也不会去和他的产品的炒作 然后呢 生成是串通在一起的 因为这对他非常不利 但是对于炒鞋这件事本身呢 我觉得呢 它作为一种收藏 它是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 有一些价格溢价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要担心的有一点呢 就有人把它呢 往金融化的这个方向去 这个苗头的话呢 是要遏制的 好 我们毕竟不能 希望一个好的品牌 通过炒鞋这样的方式 去赚钱 而应该是好好地做好 自己的品牌本来的工作 好 感谢两位的评论 我们马上回来 分享一个小的细节 在前几年的包括李宁在内 为了所谓的国际化 在自己的产品和战略当中 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但是后来换成了 中国李宁几个字 这个国货才大大方方地 登上了国际的舞台 现在国货正当时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炒而不炒 才能完成我们中国产品 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